走 有孩子了吗 有了 两个呢 老大在上海工作 搞对外贸易 老二呢 明年大学都毕业了 你呢 我没有 没结婚呢 没 怎么 家里也不催你啊 催 怎么不催 这不是没碰到合适的吗 行 回头啊 我给你接手 好 我给你接手 林队他什么情况 后遗症呗 什么后遗症 一一年 抓强奸犯的时候摔的 当时 林队他爸还是我们队长 我从二楼摔下来 正好摔到一块木板上 三根钉子全扎进去 现在遇到天影下雨 胳膊就抖得厉害 林队 那是 一五年 当时他还没调回来 还在戈壁的县里 那次啊 正好和他爸一起 到贵州去开会 那时候偷车的人很多啊 汽车 摩托车 什么车都偷 四川 贵州 重庆 这边偷了那边卖 那边偷了这边卖 反正是乱得很 就想啊 开个会 讨论一下怎么解决 结果啊 就在贵州 碰上了几个盗车贼 根本来不及反应 他们开着车 直接把他们眼俩撞飞了 当场 他爸就被撞死了 他也被抓去了两天 还算运气好 自己逃出来了 伤手抓到了吗 事情发生在贵州 一直是那边负责调查的 听说 他们在撞车现场 采集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血液样本 但是凶手到现在也没找到 而且 他爸爸的尸体 也没有找到 何大 王李嘉柜子里放照片的 那就是这个男的 身份确认了吗 暂时还没有 正在问 不过应该是李嘉在身边的人 想办法找到他 好 这间的 别说了 速战速决吧 哪儿来的 哪儿买的 买的 哪儿买的 贵州 贵州 知道非法持有枪支判多少年吗 为什么要买 还不准备说 二十三号晚上 你老婆李佳佳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 郑州 是吗 是在郑州吗 我 在随宁我老家 你老婆李佳佳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 是吗 是在郑州吗 是在郑州吗 我在随宁我老家 在随宁我老家 弄得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明是吗 你以为这样就能骗过我们 我没想骗你 那你想干啥 就我叫周军的 在我那儿赌钱 欠了我六万多 一支不还 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账 就把他下边给弄残了 他就说要包袱 说要弄死我全家 我就想到这个办法 假装去郑州独独 周军 周军是谁 是我们查阅独间的 你不是很牛逼吗 枪你都有你怕他呀 我后来才知道 他舅舅说是伪的 我斗不过他 你觉得我能信你吗 不行你可以问他 你们结婚多久了 六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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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在一起生活了六年多 照顾你的衣食起居 你下得了手吗 我说了人不是我杀的 我知道 你找人杀的 我没有 你不是说我不认识他吗 认识吗 他是我老婆 我就是干尽了所有坏事 我也不可能杀他 从江路三十三号五零七对吧 你们开茶园 巨重毒 薄范高丽带的窝点 我们已经全端了 跟你一块干的那几个人也都全招了 加上你身上的毒品和枪 加上你身上的毒品和枪 你跑得了吗 为什么要选赵长松 我不认识赵长松 黄胜龙呢 是不是他干的 不是 那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怎么说不是他 你不是让黄胜龙监视你老婆吗 我是找人去监视他 可是我没想怎么样 我也是这么跟踪他 因为 因为他外边有别人 因为他外边有人 所以让黄胜龙去弄死他是吗 我根本没想过要怎么样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是接到你们电话 才知道他出事了 这么说 这一切都是黄胜龙自己的主意是吗 他现在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让黄胜龙跟踪你老婆 结果他把人给杀了 你却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跟我瓦斯说人不是他杀的 你信吗 信不信 姜文明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 我信你 但现在 我们在费尽心思调查你老婆的命案 你还有没有人性呢 黄胜龙现在在哪儿 哎 有火吗 出去啊 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 人是你杀的吗 不是 你可想清楚了 焦伟梅人都被抓了 他让你跟踪他老婆的事 他也招了 你还替他顶包啊 我真没杀人 我只是帮他调查 他老婆出轨的事 焦伟梅的说法跟你不一样 你搞辆别人的车去杀人 怎么想的 在哪儿学的 什么在哪儿学的 我根本什么都没干就 我 我请求文明三千块钱 他就让我帮他干这个 其余的我什么都没干的 我犯的只要为三千块钱去杀人吗 你家长得不错吧 调查他的时候没忍住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呢 我家里还有老人 我无缘无故干吗杀人呢 你跑什么呀 二十三号李家出生那晚你在哪儿 在南天门和一对兄弟唱歌 哪些人 张凯 麻子 周全民 我哪知道麻子是谁啊 赵新国 刘洋 周波 丽君 另外几个都是他们叫的 我不认识 焦伟梅说那个周京也确认了 不在场证明 作案动机 刑事风格 都不符合条件 这件事应该跟他没关系 我们还查了南天门KTV的监控 二十三号晚上 黄胜龙和他的朋友 的确一直在那儿唱歌 所有人的口供也都对得上 那就是说 这里边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凶手 对吗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影响 这家网约车公司 一下蒸发了什么几个亿的市值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我们都不去管他 但有一点不好啊 现在 负面东西越出越多了 还有人甚至怀疑说 我们在故意隐瞒真相 李佳佳和赵晨宗两个大伙人 说没就没 他们却只知道 网约车和骂警察 那这也不是咱们能控制得了的事 现在商界还要求咱们呢 康市两天 能不能先公布一下调查结果 安抚一下舆论 这肯定不行 一旦案情公布出去 不仅会妨碍调查 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凶手逃逸 那就出案 局长 这也得需要时间呀 时间咱们有 从现在开始 四十八小时 我了解了一下赵伟的情况 他是因为 在失礼办案的时候 弄伤了人 被处分了才调回来了 陈金 这个是船纯佬跟踪李佳佳剧医院上班的视频 之前我们也都看过了 没什么问题 这个 是李佳下班之后从走道出来 李佳佳 后面跟踪她的也是黄神龙 一直到大厅 也是一样的 连续几天差不多都这个情况 也没什么问题 一直到李佳佳上车之后 注意看时间 二十二号也就是李佳佳出事前一天 可以看出他几乎每天都差不多这个点出来 然后轿车离开医院 跟在他后面的 黄神龙 但关键不是他 而是这个 仔细看一下他的鞋跟裤子 再对比一下凶手的鞋跟裤子 这才是真正的凶手 这才是真正的凶手 有拍到他的正面吗 这是全部视频 我已经调查过 这人在李佳出事之前 十九号 二十号 二十二号 分别都出现在医院门口 一直到李佳上车之后他才离开 老大 王李佳佳除物柜里放信的那个人找到了 李佳 江口证人 现在在电视台上班 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师 家庭住址是 长宁路西运小区二号楼四零四 李佳 江口证人 现在在电视台上班 是电视台的一个摄影师 家庭住址是 长宁路西运小区二号楼四零四 长宁路西运小区二号楼四零四 小区三尾 小区三尾 大浦 小区三尾 小区三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和李佳佳是那种关系啊 你知道他结婚了吧 对权为什么在信里面说 杀害李佳佳的是娇为名 佳佳跟我说的 他怎么跟你说的 那男的就是想控制他 经常打他 很多时候他都不愿意回家 就都走我这儿了 跟你爷爷怎么认识的 我平时除了拍新闻图片之外 还会拍一些人像啊 广告这些的 一开始是电视台找的他 因为他参加过电视节目有经验 所以就会找他 他参加的什么节目 很久之前的事了 一个选秀叫 全面偶像 这都是那时候的他 差不多零八年零九年的样子 现在什么事了 哪一头呢 也 einem 你们 querer 就跟大家做了 综合 穿线 你是不是去河边了 我是说有点影响 看后面这男的 赵长松 他们怎么会在一块呢 这些照片我们能拿回去吗 当然可以 这些照片都太旧了 基本什么都看不清 至少可以说明 赵长松跟李佳佳是认识的 他们两家人都说不认识对方 我还专门查了李佳佳和赵长松的通信录 都没有对方的记录 邮箱 微信 QQ啥都没有 银行账户也没有往来 试试修复这些照片 看看有没有可用的信息 好 没问题 对了 他们根据赵长松车里的头发 检测出来了凶手的DNA 但是和数据库里的所有数据都对不上 王现龙的周军呢 也对不上 这么说凶手没有前科 赵长松的女儿 在外边坐了一天了 你没必要在这儿等 我们调查也需要时间 这件事 真的是我爸做的吗 回去吧 等有了结果 我们会通知你的 ż 密尔 恩 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前你们在贵州的时候 我听说一些 为什么没继续查下去啊 你怎么知道我没查 如果查了 怎么可能一点进展都没有 那天在矿农的事 就是 我真的向你道歉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 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赵伟 我对你个人没什么意见 也不关系你过去经历过什么 但是有些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清楚 我们虽然是同事 一起工作没问题 既然你是来协助我办案的 就得照着我的方式来 懂吗 明白 回办 我先下去吧 我船长 你再回去啊 我先得到我们 看到我们 的时候 都不是 这时候 已经在这边有所 能不能够 这些是从李鹤那里拿来的照片 昨天晚上修复了两张 早上一看吓了我一跳 你问看 这里 赵长松 放大出来是这样的 但是他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 五年前长顺码头惠仁酒店杀人案 被害人李子欣 赵长松 李佳佳 李子欣 同一张照片分别三个人 被害 什么情况 他们的死不会有什么关联吧 这个案子之前破了吗 当时是你爸和王菊一起负责这个案子的 嫌犯到现在都没抓着 小米 去把当时的卷宗调出来 已经拿来了 犯罪嫌疑人 顾俊明 林川县马甲勾人 一米七三 体重六十五公斤 惠州日报工作 工作单位体重身高 完全地吻合 有他的指纹和DNA吗 指纹 这照片和凶手看起来差别挺大 这些照片都是几年前的了 再确认一下 好 小马 你去趟电视台弄清楚 这张照片的相关信息 再摸一摸那个选秀节目的底 老刘 想办法弄清楚这张照片上 其他几个人的身份 看看还能不能联系上 山敏 局长在局里吗 刚刚还在 根据李子欣朋友陈健 描述案发时间是 二零一四三月十七号 中午一点 他打电话过去说 他正在值班 子欣电话 好 我帮你弄吧 好 刷过了啊 好 不好意思 稍等啊 你好 请问你是李子欣吗 是 您是 我知道一些你们当时 选秀节目的事 我想跟你谈谈 你 你想谈什么 你应该比我清楚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今天下午四点钟 我在长顺码头 惠仁酒店 三里酒等 你 你要干吗呀 下午你就知道了 喂 这边可以了 他当时说过选秀的事 李子欣的朋友说 犯罪嫌疑人 的确和他说过选秀的事情 子欣 出什么事了 谁打的电话呀 我 我出去一下 你到底怎么了 有人知道选秀的事 为我笑了四点在惠仁酒店见面 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是谁你就去啊 那我看着怎么办 万一 你冷静点 万一他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吓你的呢 他肯定都知道 我一听他那语气 他就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他肯定知道 我一听他语气就知道 子欣 师父 贵仁酒店 不要 还要脱子 你不忍用 他把你拯救一下 他不忍用 你不能不要 他在乱人 我严肯定 你不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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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进来吧 认识我吗 案发的那天晚上 李子欣一夜都没有回家 并且电话关了机 所以她的朋友才会找到酒店去 可是到那之后发现她已经遇害了 据说此前李子欣曾经有过非常不好的预感 所以她才会把这犯罪嫌疑人的电话 留给自己的朋友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电话号码 才找到顾俊明的 顾俊明有个弟弟 据她陈叔 说顾俊明找过她 说自己手机丢了 那电话不是她打的 可侦查结果表明她在撒谎 因为她的电话 始终都在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 那上面有她跟李子欣的通话记录 他还在撒谷 志祺 也差这么多 所以我们要去 这位专家 是 我 我 我 已经找到这位专家 你 我 在你 这位专家 我 来 来 来 你好 请问您是顾俊明的母亲吗 我们是刑警队的 想找他了解一点情况 他已经死了 你们不要再来了 他当年的案子有了一些新的线索 只要弄清楚了 就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那些线索是对他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务必得见到他 他不是说他看见 有人偷他手机吗 那人有可能就是凶手 我们需要他配合我们 明白吗 你们要抓他 自己想办法 问我 我也不知道 这几张照片 就是我们拍到的真正凶手的图像 虽然看不太清楚 但是身高体型身材样貌 还是可以看个大概的 你问问你儿子 当时偷他手机的人 是不是长这样 有消息打给我 有消息打给我 干吗停这儿啊 吃饭啊 为什么要吃饭 你不饿啊 饿 我饿啊 而且咱们以后是并肩前行 要替对方挡子弹的好战友 这个面子都不给 你去过那么多地方 觉得上海怎么样 不错啊 为什么问上海啊 随便问 跟你儿子有关啊 我知道你们最近正在调解抚养权的事 要不我给你介绍几个不错律师吧 不用了 我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怎么做 真不是 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其实很复杂 我们外行根本搞不懂 好的律师非常重要 尤其你不是还有什么后遗证 这种都有可能 不用了 顾俊飞 你确定是他 他这会儿进城干嘛 好 他可不会一直就在县城吧 你别跟太紧 别跟太紧 好 什么牛啊 去哪儿了 那边 快 那边 看摩托车 你别说 别动 爬好 别动 不许多 爬下 别动 爬 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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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再动我开枪了 别动 我叫你别动 我们是来帮你的 我们谈谈 我把枪收起来 我们谈谈好吗 我推你妈的 臭 这边 刚刚那个人是不是顾俊明 是不是你哥 说话 文文 我看见了 救我俩 我看见了 救我俩 对吗 他藏哪儿了 不知道 找遍他看了吗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我已经给他看了 如果没错的话 他会联系你吗 老刘 你 现在 那张照片当中 又有一个女孩的身份确认了 名字叫周灿 住在三河口 我联系了她家里 说她三年前就已经离家出走了 之后就一直没再联系过 三年 她家人都不知道她去哪儿 不知道 一点消息也没有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们就联系她家里要被人弃了 恢复 这是女选择 说她好 可惡 这是女选择 再寻找女选择 可以 这就是女选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